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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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大家好 歡迎來到Alice的宇宙 我們今天要開的是 Demo在你身邊 By your side 的系列 Demo這次化身成小王子的一個造型 上面用雲朵 寫成Demo的字樣 雲朵的部分是有一點點糊塗的 這次的封面款 感受愉悅的這一隻 You are the old 變成一個小花朵 走的是一個很春天氣息 草地跟海虹的一個氛圍感 雲寶的話 它這次的形態又變得更多元了 從本來雲朵的形態 到後來今晚不准睡 去年萬聖節的時候 開始出現的是 像小狐狸的雲寶 用下角這邊 Demo的動物王國裡面 開始出現了小熊的雲寶 後面這個的話 看起來包是一個小貓咪 還是什麼樣神奇的動物 總之 現在雲寶 越來越多元了 可以在Demo的身邊 去探索著所有的位置 好 這次一樣開一整中和 有12個基礎款 側面的話一個是 這邊是熊熊 還有一個花朵在上面 跟雲寶 另外一邊的話 就是我們的小狐狸 那我們要準備 來開一中和 先把圓鏢了 把它給遮開來 3 2 1 一邊 哇 一樣先把圓鏢像街面一樣 哇 這次整個呢 全部都是青草綠色的 哇 非常非常的春夏 很涼爽的一個氛圍 好 那Alyse現在要進入 趁重環節囉 好了 我們趁重完了之後 在Alyse的頻道 我們一樣從輕易的到重的 開始插唷 那在開始開玩之前呢 不知道眼尖的娃友 有沒有發現 這次Alyse的影片呢 下方喔 就是除了有 按讚啊 訂閱跟分享之外 再次呢 今天又多了一個選項 叫超級感謝喲 Alyse的頻道 也終於進入到下個里程碑了 非常感謝 網友們的支持跟觀看喲 如果想要請Alyse或者咖啡 或者吃個小蛋糕 也歡迎點擊 超級感謝來支持Alyse喲 那當然如果有希望Alyse 可以開什麼樣子的娃跟主題的話 也歡迎多多留言互動喲 嗯 好現在看一下最輕的第一支 封面的部分跟一種盒一樣 都是感受月 Pleasure的當封面款 下面by your side 就像各位娃友們一樣 都在Alyse的身邊喔 就是在你身邊的系列 真太符合這次的主題了 那側邊的話呢 是12個基礎款 加上這一支有大影跟小影喔 secret and supersecret 這兩個隱藏款都非常的非常的厲害 那Alyse在PO圖片給各位娃友們看喔 OK好 POPMART跟Demo World 就一樣 就是Demo World 然後整個是浮屠的設計 有一個圓圓的 很像是太陽 很溫暖的太陽照耀著大家 還有星星在上面喔 那我們準備來看完囉 3 2 1 不知道第一個 不知道第一個會是什麼樣子的 那到底是最輕的是哪一個Demo 要在我們身邊呢 有配件有配件 Alyse看到了嗎 哦 果然到Demo的話 就有這專長的袋子 又是水藍色的袋子 加上云寶很可愛的 畫對Demo的頭上 好來看一下第一隻囉 3 2 1 Oh my God 今天 我們看到的第一隻是 這一次的大行款叫 為你遮擋Show Dude Demo做了一個 扎眼Wink的一個俏皮的凳子 在跟大家放電喔 頭上的云寶 我的媽呀開心 兩個腮紅這樣睡得好 舒服好舒服的云寶 果然有人幫忙遮擋的話 就可以安心的休息了唷 頭上的Demo呢 這次的橘色呢 是珠光細閃 可以從畫面上面看到亮晶晶的細粉 哦 這次的爸爸瑪特的工藝呢 又非常非常的細節 整個云寶 哇 它連身體不是手感齊 而且它連身體整隻都是閃閃發光的 網友們從 鏡頭直接拿到實體來看 哇你看 包含Demo的綠色的小褲子 像荷葉的底部一樣 整個呢 底下是Pub Park跟Demo World 下面呢 有這個銀杏的葉子 它走的是一個 漸變半透的高亮效果 很少見 整隻珠光細閃的效果 講亮晶晶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有一袋的配件 一袋的配件在這裡 這次為你遮擋的葉子很大 我們來拿 再來看一下 要往我們遮擋的遮風避雨呢 這個兩個配件 第一個是要形的銀杏的花瓣 走的是漸變的半透明的效果 從綠色淺綠色漸變到深綠色 另外一個的話是跟Demo的頭髮一樣的橘子色 漸變到綠色的梗 那我們來把它裝起來哦 左邊是小隻的 就是這樣子 手手這裡呢有一個洞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用 很乾很快的可以固定上去 另外一隻手呢 這裡也有另外一個洞 哇 真的是Demo整個 若以諾先 油爆琵琶 換遮麵 突然都想贏古師了 因為真的太有氛圍感了 這隻Demo 好可愛哦 有人幫我們遮風避雨的感覺是非常好的唷 這隻不愧是大方款 除了珠光之外 還有半透明的配件 這隻真的很豐富耶 卡片部分長的是這個樣子 這叫為你遮擋 shelved shelved 就是盾牌的意思 十一隻十二歲還是第十一隻嗎 卡片旁邊的話又有跟封面一樣 就是用我們的熊寶呢 跟左上角的銀寶 卡片背後呢 是一綜合的背景 寫上Demo by your side 在你身邊的系列 左上是popmart popcard 跟DemoWorld 有月亮跟星星 跟好多可愛的小夥伴 就伴隨著Demo呢 一起開心 一起歡笑 接受這個世界的挑戰哦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隻哦 第二隻Demo呢 會是哪一隻呢 要陪在我們身邊呢 準備來看完咯 3 2 1 哇 這一次呢 它的紙盒呢 是走一個非常像是 條紋的紙 它不是亮光油油亮亮的那種 那這次光是連紙的紙感呢 也要有一種很溫暖的手感 看一下第二天的咯 3 5 2 1 好 我們看到了第二隻 是冷靜冷靜 請冷靜的 Calm Down 雲寶的表情 哇 真的氣棒 氣到整個嘴巴都撅起來 然後眼睛 還變成 外星人的那種三角形的 立體三角形的眼睛 然後整個嘴巴看起來很不happy 整個已經不是憋居的了 已經是整個往下 呈現了一個倒閉的姿勢 真的氣炸了 Demo的頭髮呢 是填棕色 漸變到深的棕色 上面的雲寶呢 就像火山熔岩一般 整個熔江岩漿的部分 全部都溢出來 哇這整個真的氣翻了 但是雲寶這麼生氣的情況下 我們的Demo呢 就告訴他說 冷靜冷靜停冷靜 T恤上面也寫個peace 和平的意思 手上呢 有一個ok棒 配方下面呢 有一隻小小的雲寶 這這看起來是冷靜下來的了 而且他頭上還有兩個大雲寶 要去處理他喔 我們一步一步再慢慢來 Demo是整個是作者的 抱著吸的一個姿勢 這裡有一袋的小配件 哦 除了已經比較冷靜下來的雲寶之外 我們還有一隻很生氣的 哎喲 哎喲 這超級生氣的雲寶 欸 是在Demo的旁邊 一邊有一個已經冷靜下來的雲寶 然後三個氣炸的雲寶 Demo今天呢也是非常的忙碌 但是還是很有耐心的 請我們的雲寶冷靜下來喲 看到這樣可愛的表情 這麼萌萌的眼神 整個氣就會全消了 你看怎麼捨得生氣呢 對不對 對 小片部分長的是這個樣子 這叫HOME DOWN 冷靜冷靜 哦 這個是這個系列的第一隻 因為它是N卡的第一個 背後也是長一樣的喲 來看一下第三隻 第三隻Demo會是哪一隻呢 前面的話呢其實都沒有什麼手感 因為其實就是都是很輕很輕的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看一下第三隻Demo 那是哪一個Demo呢 3 5 2 1 可以來看完喲 這裡是現在已經對這個 頭子呢好像比較知道怎麼去掌握了 欸? 你可以掌握到這裡 欸欸欸欸欸 沙拉比較好開了 喔 我手吃肉 可不可以為什麼重量比較重呢 來看一下第三隻Demo 喔好像不動刺刺的 驚驚 喔 我們的 啊我的毛咪 啊 我們已經都不知道驚驚的毛咪 整個海貓樹起來 還是小刺蝟呢 還是超級瑟亞人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生物 不僅言之就是氣炸就跟有炸毛咪 第三隻我們抽到的是 在Demo的系列裡面 算十分特別很少見的 叫受到驚嚇 Startle 然後這一隻的話 最重要的看點就是 頭上整個像刺蝟 或超級瑟爾 烏烈尾巴加 整個全部都受到驚嚇 像毛咪一樣 整個這樣豎起來 還沒有擋到工藝的部分呢 亮光器也不是單純的亮 它有一些珠光細閃的部分 根據介紹的話 還特別強調 它是七彩幻彩的效果 華友們有感受到那個幻彩 覺得這個珠光細閃 特別的細 特別的亮 華友們拿到娃的時候 可以仔細的去看一下 這一隻有非常多巧思的工藝 Demo在你身邊的系列裡面唷 眼睛的話 很難得是有黃色的一個眼線 跟雲寶變成毛咪兩個 有一曲同工之面 兩隻手說 下面有洞 那應該是有配件或地塔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先讓雲寶先Breaking一下 這裡有一袋的配件 看起來好像是有個水花 而且是兩個配件 這是水花 好亮 這水花是漸變的透明高亮效果 真的有夠亮 是湖水藍色亮晶晶的 另外一個配件 這個是獨眼怪 它只有一個眼睛的怪獸 小怪獸欸 但是在圖透裡面怎麼沒有看到這個小傢伙呢 真神奇 我們先看一下卡片好了 到底要怎麼裝 卡片部分的話 原來是這樣子的 它被這個小怪獸 可能在水裡面突然有個有眼睛 有兩隻手頭 我這樣衝過來 咬 就整個把咬 整個把Demo給嚇到 所以有的時候 嚇到我們的東西 可能其實是很小一個的 心中的恐懼呢 可能大過於這個 像我們的生物本身也不一定喔 對不對 我們自己去放大這個恐懼呢 讓我們自己受到的 驚嚇的程度的表現 其實遠高於這個小小的單眼怪呢 竟然是被單眼怪嚇到 愛麗絲還沒有想到這個設定 真的非常的驚喜欸 把它裝上去 喔 這個頭上這個保護膠膜 應該是 網友們贊助的 感謝網友贊助 保護膜 就要不把它取下來囉 哇 這隻真的 愛麗絲覺得很值得收欸 因為它的工藝實在太特別了 而且就是很少的Demo 有這麼動感的一個呈現方式 再加上還有一隻意外的小夥伴 跟著大家喔 我看到小夥伴就覺得很歡樂 卡片部分講的是這個樣子 這叫受到驚嚇startled startled就是受到驚嚇的意思 這是第10隻唷 喔 順帶一提 為什麼還是覺得這一隻很輕可差 是第三名 不是第一名的甜甜 冷靜冷靜的乾燥包 是左手邊這一隻 畫面左邊的這一個 那受到驚嚇的話 這版本怎麼這麼大喔 受到驚嚇這一隻呢 它是比較輕的 但是因為乾燥包實在太巨大了 還有我們這次在摸娃的時候 要加一點點的油 就是秤重臂的概念 又再次的出現 來看一下第4隻 看一下第4隻的Demo 在你身邊 在我們的身邊 我們有什麼情緒的時候 Demo都會在我們的身邊喔 準備來開玩囉 欸 所以剛剛到底是Demo嚇走了 不單眼怪 還是單眼怪嚇到了Demo 欸 可以先背出來 怎麼收進去 我們來看一下第4隻咯 第4隻咯 第4隻清著 準備來聽完咯 你看 好圓喔 欸 喔 我的媽啊 將將 哇 第4隻是艾莉絲 看到實體覺得非常的驚艷的 叫做不要糾結 Don't overthink think是思考的意思 那over就是超過了嘛 所以超過本來要思考 就是等於說想太多了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次的看球重點呢 是頭上的雲寶 哇塞 它每一個雲寶竟然分裂成了 到底分成幾隻雲寶 還得再數一下 1隻雲寶 2隻雲寶 3隻雲寶 4隻雲寶 5隻 6隻後面還有 7隻跟8隻 這兩個是 Oh my god 本來呢 我們的雲寶呢 在非常舒服很開心的狀態下的時候 它是融成一體的 就是很開心的 但是呢 換成糾結的雲寶 我的天啊 它竟然變成了8隻呀 第一個雲寶 還是維持它本來笑笑說 沒事沒事 笑笑就好了 笑笑好健康 旁邊這個說 可惜我先笑不出來呀 我想要做的事情 就沒有辦法做 我想抽的完就抽不到 然後第三隻說 我已經抽三盒了 我想要的許願款呢 然後在旁邊這個說 沒關係嘛 再抽 說不定第四盒就出了呀 然後 往後看說 啊 還是沒有抽 唉 是不是想要的呢 總是都得不到呢 再來這隻雲寶這裡 可惡我要再多抽兩抽 呵呵呵 所以我就說 喔 還是不是我最想要的 好 滴摩現在在天使的 跟惡魔之間 摸著天使的翅膀 也是紋理感呢 做的非常的微妙微笑 亮光漆的是惡魔的翅膀 手就嘟著他的臉頰 擠出了一點點可愛的小肉肉 眼睛是往下看 到底在看什麼東西呢 來看一下屁件喔 喔 真是好歡樂喔 幾乎都有可 每一隻耶 艾麗絲看到現在的每一隻 都會有大大小小的配件 丁某總從什麼時候開始 有這麼多歡樂配件 哇這隻 這隻黑色的看起來像是 喔 黑小小 飛出去 黑色看起來像是在吵架的 一個小小的小幽靈的雲寶 好 這次配件有點小喔 有寶貝小朋友在家裡的娃友呢 記得這些小小的配件還是 陪伴小朋友拿到喔 藍色的雲寶 不過他也是在吵架的樣子耶 兩隻好像在爭執著什麼 一模呢就看了這兩隻 小妄魔跟小天使兩隻這樣子吵翻天 他在吵說到底要怎麼樣 到底要繼續抽娃呢 還是我乾脆買一整妝就好 還是我跟娃友交換就好了呢 哇 抽一個娃呢想的滿頭都是很多很多的 糾結的想法喔 娃友們我們不要再糾結了 我們就一起來歡樂的交換 跟歡樂的抽娃吧 卡片部分長的是這個樣子 這叫Don't overthink 就是不要多想了 不要再糾結了 OK 小孩才做選擇 我們大人什麼都要喔 我們來看一下第五隻喔 第五隻的Demo By your side 差點生命 誰剛剛說聽得比較好 差點怎麼這一次 而且又很挑戰艾莉莎的手部的握力呢 好 我們準備來QR囉 3 2 1 好 怎麼樣卡片先補看喔 喔 第五隻 剛剛大包是小的 我覺得好像也沒有特別重耶 喔 這隻形狀比較特別簡單 喔 好美喔 上天 哇 好我們開到的第五隻呢 叫做驅散 in my peace of mind 就希望在我們的心靈呢 可以呢找到一片的平靜 這時候的Demo呢 正在安撫著頭上的雲寶 這一隻呢 艾莉莎也覺得一定要熟的 因為它的漸變實在是太美了 先從左邊的白色是實體的一個棋 到中間的部分呢 漸變成淺藍色 到後面往這邊斜邊呢 看耳垂的地方呢 你的肚子裡呢 有一滴深藍色 到延伸到後面 哎呦 我們看到了一個有點難過的雲寶 很想要給它一個小小的安慰 那我們Demo要怎麼安慰 目前正在處在陰霾中 不是很開心的雲寶呢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背後 的翅膀裡頭 這個翅膀感覺Demo是在海裡面 翅膀裡頭有兩隻金魚 頭上呢 總共有一二三 有三隻金魚 一直往後的去游 向雲寶這邊 好像要告訴雲寶說 沒事的沒事的 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我們跟著你一起度過哦 別擔心 到正面的時候 Demo的眼睛呢 也是呈現閉起來的 這次艾莉莎看到現在 唯一的兩眼都是閉起來的Demo 手上呢 竟然是一個海螺 海螺會發出呢 非常令人 覺得心情很平靜的 嗚嗚嗚嗚嗚嗚嗚的聲音 結果海螺 海螺的發出聲音的孔劍 被一隻小金魚塞住了 還是小金魚 其實是從海螺裡面吹出來的呢 還是不驚笑了出來 那這個海螺 到底會發出什麼 咕嚕咕嚕咕嚕的聲音嗎 這個海螺呢 的材質呢 是雅光的材質 雅光就是不會板光的 Demo本身呢 是手感漆 腳上的這個貝殼呢 也是雅光的 底下就是帕拉特跟Demo 這隻是沒有配件的 但是呢 它所有的細節非常的多 上面的魚呢 我們的金魚的話 也是走一個 漸變半透明的一個材質 有點粗糙的一個工藝感 跟寶寶的亮光 呈現出了層次上面的對比 哇這個細節真的非常的多 但是我覺得 嗯 開到現在的話 這一隻的工藝呢 主要是最豐富的其中一隻 再加上呢 讓大家聽到海螺的聲音呢 可以讓我們的心情 整個平穩下來的意象 Alice也非常的喜歡哦 卡片部分長的是這個樣子 這叫Peace of mind Peace平靜的 非常平和的 Mind就是心靈的意思 驅散因為我們中文說是 要把不好的東西驅散掉 在英文比較直接 還有講說我們找到心中的平靜哦 好 好了 時間過得特別快 我們上半場的最後一隻第六隻 要準備來看哦 到底接下來呢 滴夢又會有什麼樣的小小情緒 或是雲寶呢 有什麼小小情緒呢 滴夢呢 在這個系列裡面 好像變得越來越成熟了耶 因為他呢 以前呢 可能會有很多的一些情緒在裡面 現在呢 變成他呢 已經可以長大成一個大孩子了 可以再幫雲寶 哎呦 看到一個大大大黑箭 讓雲寶 驅散掉一些後面的情緒 拿著他可以更冷靜更開心哦 好 我們準備來看一間的最後一隻第六隻了唷 Oh my god 連續兩隻 愛麗絲很喜歡的材質 哦 好美哦 第六隻是 Light Up為你點燈 哇 這隻也是愛麗絲在塗透的時候 就非常期待的一隻 先看到低模圖呢 是呈現紫色 紫色上面呢 也是跟這次有好多的細閃的效果 整個工藝上面像星空宇宙一樣 整個亮晶晶的 它半身好像有一種融化的質感 就好像被什麼東西給包圍住了 很棒呢 你看它的表情 哦 也是一樣 嗯嗯嗯 非常的焦慮了 就是很害怕很無助的表情 它腿這邊也是 剩下抖動的一個神情 做一個漸變的效果顏色 但低模呢 非常的已經成熟起來了 它開始知道怎麼去安慰雲宝 看畫面上 低模整個呢 它不是手感器 它整個也是珠光細閃的一個效果 融化蟲的精靈 發光之外 低模本身也跟著閃閃發光了起來 有光明照耀著它 就是為你點燈在黑暗的地方 讓你有一個可以依循的方向 手上有動 這應該是有配件的 來看一下哦 哦 雲宝 我們的低模是可以站的 哦 這裡有一袋的配件 哦 配件袋子 這配件其實不大耶 可是它的袋子 呃 袋子這麼巨大 好可愛唷 它是有翅膀的唷 看起來很像康洪法師的可魯 有點可魯的概念 然後有點小精靈 都跟頭上的那隻非常的像 這樣就異曲同工之名 因為我手上有一個洞 所以應該是 你又是為你點燈 就是要把這隻小精靈呢 吹出來 在黑暗中呢 為了你帶來的希望哦 跟一切的可能性 可以為你點燈 從這邊看 這個低模非常非常的動感 那下面的這個地毯呢 它是有點塑膠火動的材質哦 特別 那這一隻阿姨是看到一個小小細節 就是耳朵的這邊呢 也是有留一滴的雲寶 是雲寶在比較焦慮的時候 會變得有點液態狀哦 因為在驅趕陰霾中的雲寶 你看這隻雲寶也是有沒有 一不開心的雲寶 它側邊這裡也一樣哦 都是有一滴留下來的 嗯 你說雲寶在這的時候 就變液態化了 細閃的材質 但是覺得這一隻呢 真的是必收的油 好 片部分講的是這個樣子 這叫為你點燈Light Up 上半場的六隻呢 已經全部都開出來了 各位玩家們呢 也可以跟愛麗絲分享這六隻裡面 你們最喜歡的是哪一隻呢 或是哪一種情緒呢 是你們最近的心情呢 或者很常發生的一個狀況呢 然後在糾結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方法呢 可以緩解呢 那我們今天可愛的Demo開箱呢 就到這裡了唷 那一樣呢 我們只要突破上下集 突破500點月的話 愛麗絲就會抽出一隻送給網友哦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跟分享 然後還有超級感謝 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咯 下次再見咯 拜拜 出 這次見面 今天第一次見面 走 多吃 多吃 才能改善 多吃 100點 多吃 相片 很多